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是《乌龙院》 还有《在前一部》 《小香港仔》 还有 因为太多戏了 我差点都忘了 而且我们两个戏其实是常在有点内同的 但是那么巧 我们就两个都能够演得还快 每一次跟他撞戏的时候都是非常开心 而且他非常能够把演员的对手戏带起来的人 所以跟他演戏其实希望享受 所以我们对达哥不只是一个同事 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老师 而且他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 他说 这位我们在大陆拍戏这么多年了 我们不只是我们是一个演员 我们更是一个香港的代表 我们必须要做好自己 而且我们必须要给年轻人一个好的模范 而且他又是一个很喜欢跟年轻朋友分享他的演习经验 而且他自己对演戏的那种专业也是让我们非常尊重 而且他又是一个几乎我很少看过的一个演员 从来不带剧本到片场 都是已经早上就在家里被熟了 几乎把你的对白都在练熟的那种演员 所以他不只敬业乐业 而且他还是一个演员的模范 我觉得 所以达哥在我心目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电影中 真的是一个态度来的 天联 天联 天联